我们俩只要继续闹吼吼 那吼有余的民调就上不来 或者就算有办法上来也会被压制住 当然如果在这种局面 还去跟别人左一个和右一个和 就算和了人家也一样会看不清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说起国民党的最近发展 让我们这些作为评论的 或者也作为参政的人 十分的尴尬 因为他们两边吵得十分激烈 而且是争吵还不是假吵 对于我们来说 两边都是老朋友 或者某种程度还是老长官 或者是我们的老前辈 多半这些人都是六十几岁的人 相对于我们这个 差了他们十多岁的来说 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大哥 所以接到他们 怎么说我们都得客气一点 而且他们从政的时间都非常长 至少到台湾政坛都有三十年的时间 譬如说蔡政维委员 他自己也有清华大学的博士 而且是法学博士 同时他也当过好多任的立法委员 再者他在国民党里面 真的已经是个元老级的人物 别忘了 洪秀祖当主席的时候 蔡政元可是政策会的执行长 这个位置相当于是 接近秘书长的工作了 而且他管所有的政策 自治而来 就直接影响到所有立委的质询了 那另外一位就不妨多了 那是金不冲 金不冲谁都知道 在马英九的时候 他是最红最红的一个人 大家把他视为是马英九的化身 所以他既干过国民党秘书长 又当过驻美代表 然后又当过国民党秘书长 谁都知道这三个位置 都是大卫拥有者旁边最重要的位置 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位置他全干过了 只是他没有到行政的体系 去干任何院长或者部长这样的位置 可是光是刚才三个位置来说 那其实是最最重要 而且还不太需要受到监督 因为秘书长 尤其是国民党的 当时候已经是民间社团 而职长的钱 可是数百亿甚至上千亿之多 你说他需要受谁的咨询 一个也不用 甚至他可以号令天下 那么国民党秘书长更是这样 所以国民党秘书长 果然是天下人的所有黑白资料 那大家什么时候看过 国民党秘书长 在立法院被咨询的体育完复呢 也没有 当然接着就是驻美代表 驻美代表 大家可以看到萧美琴 不就是不断的协助参与 花钱给美国吗 当时候啊 对着美国最主要的窗口 就是由金普从而来的了 好 结果既然干过这三个位置 当然就是马英九旁边 几乎最重量级的人 可是而今啊 他却和马英九的口径不一致 反而现在猜测人所说的话 更接近马英九的意思 原因是 马英九也卸任 此时此刻所考虑的 是国民党整个政党的政治命运延续 或者说考虑的是应该如何下架民进党 但对于这一点来说 蔡振元和金普冲 他们所持的观点正好针锋相对 金普冲认为 怎么样 侯友宜都必须是大位居正 也就是说玄奈上选不上再其次 他必须拿的是正位 而不能够呢 配合任何其他的人变成是副位 所谓任何其他的人 无非一个就是柯文泽 另外一个呢 是过台名 这两个人任何一个人要当正位 来让侯友宜去就为副位 金普冲通通通不能同意 而且是极言逆色的不同意 当然 对于侯友宜来说 他绝对不会说他愿意当副位 一旦他说了 那他几乎不要选 所以当金普冲这么说的时候 他至少绝对有侯友宜 以及侯友宜的整个团队会支持他 好了 但蔡正元就站在如何下架民进党这个角度来说话 现在呢 想下架民进党的人可多了 全台湾是以百万级 那么如果在国民党里面呢 这些元老级的人物 或者是重要级的政治人物呢 那在电视上就可以看到有数十位之多 包含邱毅 邱老爷 他也是持这个观点 所以我们看到金普冲啊 真的是大声的与邱毅跟蔡正元 针锋相对 而且互相 你来我往一点都不含糊了 这样就形成一个不太好的情况 这不好的情况就是说 国民党自己呢 闹了加变 而且闹了内讧 这个内讧与加变 有没有止息呢 我认为非但没有止息 可能越来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往八月九月十月这三个月 大家会越紧张 因为今年的登记参选日呢 是十一月二十到二十四 所以现在呢 到登记日还有三个半月 如果一直盘旋在炒这件事的话 那么国民党啊 就会实质上的产生分裂效应 妙了是 马云九居然呢 表示他和金浦冲 是不太有关系的 他甚至做了一个切割说 金浦冲去侯友云那里啊 没有经过他 这一来情况就更糟了 也就是说 那他们的互打 不管是金浦冲对于蔡志愿秋益 甚至是对于马云九身边 另外两个好朋友 陈昌文赵春三 这通通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讯息 那就是 他们互相的争执 是真的吵了起来 而不只是意见之争 如此而已 金浦冲会不会因为这样 就进入危急状态呢 我认为以他的性格 从少年时候就喜欢打架 到现在他是无所谓的 但是 另一边跟他对仇的人 也都不是小人物 例如陈昌文是明律师 赵春三是明教授 谁愿意让他呢 既然大家都不让 也都拉不下脸来互让 更何况 这个事情不是让不让问题 而是下架民进党 或者不下架民进党问题 这种争执绝不会简单的 就如此罢休 所以情况只会越野越烈 我们俩只要继续闹哄哄 那侯友谊的民调就上不来 或者就算有办法上来 也会被压制住 当然如果在这种局面 还去跟别人 左一个和 右一个和 就算和了 人家也一样会看不起国家 这才是关键的障碍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